有些人問,西夫,SAI,你做了多少日人,講食評,講真, 我做了不是多少日人,但我都不明白,我做了幾日人, 都聰明過這些幾十歲人,快死,半隻腳入了棺材, 快打算投胎要投去哪個廢材,都聰明過你,要我出來做食評, 那就真是對不起不好意思,好過你幾十歲人快死, 都要在卓翁擦存在感,想這樣挑機, 唉,這麼夠的我,西夫,你知不知道是誰? 不知道,那你怎想要幾十歲人? 就是看我的樣子,通常都是這些, 西夫,你知不知道是誰? 不知道,那你怎想要幾十歲人? 就是看我的樣子,通常都是這些, 其實呢, 我做了幾十歲人,我就可以講, 他說還未開咪, 匡正, 這樣說, 其實人人都可以做食評的, 但是正式來說, 這個都不算是甚麼食評, 簡單來說, 就叫我們介紹這間黃店, 吃德國好吃的, 大家就真是去光顧一下支持一下, 即是你要挑機 麻煩你找到有水平的東西來挑 是啊 你這麼瘋子的人 就好像你做了幾十歲的人 可能你都未認識品類 敢不敢說 我經常用一個東西簡單化一點 我這東西真的高級的 我認為這是高級的思維 就是一個人很簡單 好吃 為什麼你沒有說不懂吃 是好吃 是你自己覺得 但是為什麼你這樣都會覺得好吃 有些人真的沒有這麼要求 當然有一個原因 他沒吃過好東西 是啊 當他沒吃過好東西 和吃東西的時候 嗯 食肆也覺得很好吃 嗯 怎麼跟我們高級人 真的不是說什麼 是你老母就是 喂 我吃我不是很要求高 但是我會不會吃好東西 我當然會吃 因為是真的不認同 一吃下去就知道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 你老母是貨幣充足 我跟大家說 我跟大家說 高級食肆 真的要 真的繼續吃場面 嗯 其實很多時候高級食肆 都真的不是那麼好吃 嗯 因為鑊氣不夠 嗯 吃環境 吃環境 吃氣氛 如果你根本吃都沒吃過 就沒得去比較 是啊 對呀 就常說 就是這樣說 對嗎 對嗎 對嗎